Hello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天听好书 今天我们继续经济危机离我们有多远 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出路大约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前景 假 通过产业升级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核心国家 并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超额利润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决定了 体系内的财富必然高度集中在占世界人口少数的核心国家之中 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排除了中国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的可能性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都在迅速下降 说明所谓的产业升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由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斗争力量增强所导致的积累成本上升的速度 以复制智力模式实行军事独裁统治 将工人运动残酷的镇压下去 恢复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 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 这样的一种策略包含几方面的问题 更加血腥的军事独裁统治 是否会比现行的较为开明的新权威主义模式更加的有效 完全不加掩饰的军事独裁统治 是否会激起劳动群众 乃至社会各阶级的更加全面的反抗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业为主要部门的经济体来说 大规模镇压是否有效 是否代价太大 以民主换福利 通过政治上的形式民主来剥夺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福利 降低积累成本 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 这样一种策略也存在着大量的困难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中国的工人阶级绝大部分受到血汗工厂的剥削 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和政治权利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也处于权力缺失 劳动力在生产成本高昂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了政治民主化 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施供局面 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 都不可避免的要提出更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要求 包括要求结社的权利 以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等等 从而加深原有的积累危机 顶 大规模资本转移 寻求新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和制造业生产基地 目前 已经出现一些原在中国的制造业资本 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转移的现象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种转移尚未减缓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速度 也尚未产生削弱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效果 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 要在中国以外寻找一块与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相当 廉价劳动力充沛 并且具备其他资本积累条件 这样的地理区域几乎是不可能的 长远来看 向中国以外的大规模资本转移 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导致被转移地区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增长 和工人运动的高涨 最后一点 向社会主义过渡 综上所述 如果中国在未来发生经济危机和更广泛的危机 要在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条件下重组积累结构将是困难的 在未来的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中 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将在反复斗争 暂时挫折和许多局部的胜利中 不断地得到经验教训 受到教育 并取得进步 当绝大多数劳动者都认识到 他们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和政治要求 将无法在现存积累结构中得到满足的时候 群众斗争 就必然要超越现存积累结构所规定的界限 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新的社会主义将不再是剥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 将全社会的经济剩余服务于资本积累 而是在剥夺资本以后 将经济剩余置于全社会的民主控制之下 并在此基础上满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一切需要 OK你们信吗 反正我是不太信这个 好吧 大家认为这几点就是未来中国的出路啊 几点到底哪一点是最有可能的呢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留言 OK到这里呢 我们通过了四期的篇幅 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危机 利润率和经济危机 半外围和经济危机 以及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四个方面来讲 经济危机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大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看法 可以给小冬留言 OK这就是本期的天天听好书 我是小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